接下来进入的这个环节就是谈兵论道了 上个月美国菲律宾举行了例行的联合军演 史无前例的是美国海军滨海战斗舰自由号 他就选择在这个演习期间停靠在了菲律宾马尼拉南港 而这个还只是自由号为期八个月东南亚驻博的一个前奏 滨海战斗舰部署亚太可以说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接下来的八个月时间自由号还将会参与一系列的海军联合演习 值得关注的是自由号进驻新加坡张仪军港的时间点 也恰恰就是在朝鲜半岛局势持续吃紧 中国东海以及南海海上领土争议也没有缓和迹象的时候 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美国海军要首次向亚太地区来部署新型战舰呢 这自由号滨海战斗舰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美国这次是在为盟友撑腰还是在针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施压呢 好今天我们请到演播社的两位军事评论员 一位是杜文龙先生还有一位是赵楚先生 我们将一起来讨论这背后的种种玄机 不过在这儿呢我们还是先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自由号滨海战斗舰的相关的信息 冰海战斗舰是多功能近岸战斗舰船的一种 主要靠近海岸作战 它比导弹驱逐舰更小 跟护卫舰大小相近 冰海战斗舰上可以操作两架SH-60海鹰直升机 能从船尾释放和回收小艇 搭载无人空中水面和水下载具 还有足够大的空间来运输一支小型攻击部队和装甲车 冰海战斗舰是3000吨级的轻型战舰 航速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47海里 通过搭配不同的武器模块 可执行近海返潜 水雷战 水面战等多种任务 能替代扫雷艇和攻击艇 由于具有良好的雷达探测规避能力和通信指挥能力 冰海战斗舰可以秘密行驶至其他国家海岸线附近 协助特种部队执行特种秘密作战要领 这次驻博新加坡是自由号冰海战斗舰 首次长时间部署美国海外基地 5月中旬自由号将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 国际海事防务展览大会 并会参加由东南亚多国参与的联合海上战备和训练 这次外界都把目光关注在了滨海战斗舰上 它有哪些部分值得人们那么额外地要去关注它 如果从资料上去分析 它可能有这样几个点值得我们去关注 第一个它不大 第二个它不入 第三很灵活 这三个点应该是滨海战斗舰的全部特征 你说它不大 它应该是美国海军建造的主战水面舰艇中 排水量最小的一个 到现在2000吨3000吨 就这么一个排水量 所以跟以前的最轻的佩里级护卫舰相比 它也要轻很多 它比护卫舰还要轻 比护卫舰还要轻 所以从这个体量上看 绝不是这个兵强马装的 美国海军以前在冷战时期 能够相中的一款军舰 第二它不入 你不要看这条船很小 现在是美国海军发展的重点 现在的光环比航空母舰 恐怕这个出现的频率还要高 就是他们军备当中的新贵是吧 它配套是分两个系统 一个就是这个船本身的基础系统 比如说这个操船的系统 船体的建造 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些所谓 这个战术功能的单元 这些功能单元 按照它目前报道的情况看 它可以迅速在 比如说48个小时 72个小时内 它就可以把这个模块进行切换 对的确是这样 它把好几个模块 按照集装箱的方式 安装到了这个平台上 就以前我们盖楼可以按照不同的构建 来设置整个楼的这个功能 但是它呢 从战斗力的搭建上呢 也可以把反水雷 反潜 反舰和输送特种部队 对陆作战 这几个模块呢 分别加装到这个舰艇上 你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 几几种组合方式 你像海鹰直升机 如果携带掉放声纳 携带反潜武器 和这个火力侦察兵 MQ-8配合起来 可以进行反潜作业 那么如果携带 像海鹰对陆攻击 或者对海攻击 就能够形成反舰 和对陆攻击这种能力 之前呢 它还想把陆军的枉火系统 像马蜂窝一样 然后装在这个空间有限的舰艇上 垂直发射之后 可以去攻击40公里 甚至60公里外的目标 如果对岸上攻击 点对点的攻击 这一种非常好的压制方式 它还有水下的一种 这个潜航器在里面 也可以对水下的 这个水雷目标 进行定位 进行搜索 进行爆破 除了刚才讲到的 已有的这些装备以外 它还传出了一些报道说 它未来要把一些 新概念武器 例子数武器 一些能量武器 它也会把它装上去 刚才杜先生 他分析了它的几大特征 给我一个感觉 这个滨海战斗舰 好像就是这种 舰船里面的轻骑兵 它的效率非常的高 是这么一个概念吗 它的速度很快 可以到40节到60节 另外呢 从整个大的排水量来看 它从30节的航速 可以在两个船场 两个船的长度上停下 七个船场 可以进行360度的回转 也就是说呢 它把小船的功能 在大船的身上 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那我们已经注意到了 有一个自由号 还有一艘滨海战斗舰 叫独立号 这自由号跟独立号 之间它差别在哪 那个自由号呢 要小一些 它是第一艘 它大概是2100多吨 满载发射量 大概2700多 那这个独立号呢 大概要达到3000和3500 这样一个水平 比较大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第二艘啊 它是一个三体船 因为它是个三体 所以这样它的这种 在潜水 它的船性能就更好 包括它的高速性能 都非常好 这两条船 最大的特点是 外形的差距 跟名字正好相反 不独立 才用的是三体船 自由号呢 不自由 用的是单体船 所以从整个船型上呢 美国人也正在试验 看哪个船型 更加适合 在前海地区 高速航行和作战 从三体船来看呢 因为它整个这种 流体动力学有所改善 它的内枪 应该是个M型 如果把它一刀切开 这样呢 它会形成一种 所谓的气垫效应 这样在航行过程中 它的阻力 有可能会更小 再加上外形 做得很科幻 像外形战舰一样 如果到了新加坡 到了其他海岸 可能产生一种威慑作用 就普通民众一看 哇 这个外形炫死了 但这两个种船型 哪个会成为 今后滨海战斗券的 主体船型 这个还不好讲 现在他们还算是在一个 收集数据的 试验的阶段吗 现在正在平行发展 比如说这边造一艘 那边也造一艘 这可能有公司利益在 也有这个厂家的利益在 因为现在毕竟 没有一场实战 来让两条船 同时写一张打卷 所以现在呢 还是一个无解的话题 大家只能向前逐步探索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说 美国已经说 把这个滨海战斗舰 要作为下一代的 主要的舰船设计的方向了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们是要放弃原来的了 还是说因为原来的 已经太好了 所以他们要去 发展一个新的方向 这种因素 是美国海军武器专卖 发展的下一步的一个亮点 因为现在呢 这种滨海战斗舰 说是水面舰艇 设计的一次革命 但并不是说要把之前的 航空母舰呀 潜艇全部取代掉 美国海军院 它的设想呢 就是在近海地区作战 那么大型航空母舰 以及呢 重艇呢 比如说驱逐舰呀 巡洋舰 它的吃水太深 一般几米 或甚至十几米 但是滨海战斗舰 像四约号 主力号 它的吃水 不会到四约 就是它能够 最大限度地靠近海南 其他的 如果因为吃水太深 下面水岸的情况 又很复杂 所以没有办法 最大限度地靠近海岸 这样呢 无论是弹药的投送 武器的投送 人员的投送 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那么它这个滨海战斗舰啊 一艘舰船的造价是多少 这个造价跟以前的那些舰船 比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从现在看 这个造价呢 是五个亿 之前计划是2.5到3个亿 从现在看呢 显然是超支了 美国人呢 在武器装备的研发上 这种水多了加面 面多了加水的事 看来也有 但是总的看呢 它和之前 你像伯克杰啊 听伤多佳 这些驱逐舰和学员舰相比 这个造价已经大幅的降低了 和航空母舰更没法比 所以从现在来看呢 美国海军正在学 怎样来度过非常紧的日子 我们刚才简单地了解了一下 这个滨海战斗舰 它的一些性能 包括造价方面的情况 那么按照计划呢 美国海军啊 是要在2035年之前 采购至少50到60艘的滨海战斗舰 那么在各个国家都在 纷纷忙着进行航母较量的时候 美国啊 它的方向不一样 它为什么要对滨海战斗舰 这种舰种 请有独钟呢 而有着近海格斗之王之称的 这个滨海战斗舰 它是不是就是美国海军 战略转型的一个最强的抓手呢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 自1960年越南战争以来 美国海军极少面临 直接对抗近岸威胁的局面 随着冷战结束 前苏联远洋舰队的瓦解 美国海军在全球水面上 更处于独孤求败的地位 在上世纪90年代 美国海军官员和防务专家 提出组建近岸舰队的构想 但反对者认为 美国水面舰队的打击力量 已经足够强大 发展近岸舰队完全多余 重点还是航空母舰等大型舰队 从90年代海湾战争开始 美军跟敌对方海域作战 都是近海作战 不仅礁石和潜滩等 恶劣水域环境会带着威胁 而且还要面对沿岸部署的 大量种类繁多的武器 尤其是水雷 安静型柴电潜艇和小型快艇 它们既能对美国海军 向岸上投送部队的行动 造成致命威胁 又能使美军大型舰队 陷入高射炮打蚊子的困境 2000年10月 宙斯顿驱逐舰科 好在野门亚丁港加油时 遭到橙橡皮井接近的恐怖分子袭击 舰体受到重创 造成17名舰员死亡 40多人受伤 这一事件再次暴露了 大型军舰在近海水域的弱点 自拉姆斯菲尔德 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之后 考虑到近岸舰队 能在敌方水域 快速灵活地进行作战 并在一些大型舰艇无法靠近的 恶劣环境中发挥作用 美国军方开始支持组舰 近岸舰队的设想 从2001年底开始 滨海战斗舰这一舰种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美国海军的视野 2004年5月27号 美国海军宣布分别给予通用动力和洛克基德马丁公司 约7800万美元和4600万美元的合同 要求他们对未来滨海战斗舰进行最终系统设计 承载着美国海军作战转型之梦的 滨海战斗舰独立号 自由号 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短片了解了一下 滨海战斗舰的更多的一些功能 和美国海军对它的一个期许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购置50到60艘的滨海战斗舰的话 就意味着美国政府 美国海军要投入大概120多亿美元的投入 两位分析一下 这划算吗 就这笔上划得来吗 从现在看呢 120亿美元不多 因为毕竟还不到一条航母的价钱 一个航母编的一年的维护费用也是这个数 从美国海军目前转型来看呢 我感觉这几天投入的还是非常值得 因为美国海军认为 今后的海战场在哪 不在大洋深处 在五大洲陆海相交那个地方 所以它现在把整个的海岸线 当成了自己的主要战场 基于这种需求呢 再加上财政背景的变化 也就是缺钱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种概念就被发展出来 所以它要建立一种就是说 第一 成本上可承受 第二 在未来任务适应性上 有足够的这种频度和宽度 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下一代的舰 那么在这样三个 有时候不相矛盾的一个要求之下 那么这种采购价相对低廉 任务能力比较强大 那么同时呢 具有高技术优势 这样子一种舰船呢 就很适合它这个需求了 你也说了它原来呢 这个海军战略就觉得 我是要在大洋上跟你决胜负 那现在它并不是说放弃了这个 而是因为它觉得 我的实力在大洋上已经是老大了 已经没有对手了 是这么个概念吗 这个能力跟它成功 那么尤其是要考虑到美国海军 它面临着在三军冬未来 作战任务分配的这样一个 自我定位问题 就是在大型的舰队 这个任务越来越减少的情况下 那么你海军是做什么用的 你会来干什么呢 因为你像一个遥远的陆地 一个中等国家 比如说03年的伊拉克 像伊朗你去投送军队 你通过空运 很显然规模不够 成本太高 那么你如果通过去派驻基地 牵涉到外交和财政很多问题 那我海军这种既灵活又小型 我又可以跨过远洋 把兵力 火力投送过去的装备 是我可以做到的 是非常这个经济的 您同意他这个观点 的确是这样 目前美国海军在整个三军 或者四军转型的过程中 从现在处于波谷的位置 空军X-451超高升速 打击武器试验成功 然后空间飞机进行第二次 第二架的第一次试验 也就算第三次试验 陆军也把前一部署的 AHW先进超高升速 武器试验成功 美国海军在干什么 在大型上反导 你说人家陆地上 也有这个陆地中段 也可以反 然后陆军还有这个爱国者三 进行反导 那么它最明显的特征在哪 它不能被陆军和空军 逼着自己的底盘了 如果这个项目没有的话 就意味着在四个军种的竞争中 自己的位置很不利 如果通过120亿美元的投入 让自己的颜色发生变化 从以前的蓝色海军 大洋深处的那种颜色 变成现在的浅棕色 甚至是棕色 实现这种战略转型 之间肯定还会有 很多新的装备 被催生出来 所以美国海军很热衷于这件事 不是由于这条船好 是由于这条船能够带动 美国海军战略转型 还能够让自己的位置 在三军中进一步提高 好 刚才两位分析了一下 在美国海军看来 滨海战斗舰能够给他们提供的 一个意义 那么美国2012年发布的 国防战略报告 它就说 美国将会大幅的调整 甚至是削减海外的军事存在 但是只有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 是不减反增 即便是军舰的数量 会有所减少 但是在亚太常驻的军舰 还将会占到总量的六成 那么美国这次派遣自由号 来驻驳亚太 它到底在释放一种 什么样的信号呢 翻开21世纪的世界经济地图 不难看出 各国重要的经济发达地区 大都集中分布在 各大洋边缘的沿海地带 在当今的这个海洋世纪 各沿海国家的广大滨海地区 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海岸 这次自由号所驻驳的 新加坡张仪港 毗临马六甲海峡南口 这里连接着印度洋河太平 承担着全球贸易运输量 总量的40% 滨海战斗舰作为一种 非常适应潜水航行的 多用途信息化攻击型战斗舰 极有可能对广大沿海国家的 黄金海岸构成威胁 有分析指出 滨海战斗舰不仅可以 借助装备上的优势 打击沿海地区的 轻型近海防御力量 更有可能凭借强大的隐身性能 悄然逆江河而上 抵达沿海国家的腹地纵深 用舰载直升机 无人机 舰炮 火箭 导弹等精确的打击 沿江河流域两岸 广阔区域内的军事 经济 工业 交通等目标 在未来十年内 美国就有可能具备 编组上述隐形舰队的能力 部署于假想敌国沿岸 或近海的前沿位置 实现其由海洋 向陆地的战略转移 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 这一次的自由号滨海战斗舰 它住在 美国说这叫部署 对吧 不叫住房 部署在新加坡的张仪军港 是不是就像我们的很多 关注军事的朋友所说的 它其实就是为了要遏制中国 罗斯福讲 远古时期 海洋是一个国家的护城河 现在由于科技的发展 成了通渠大道 就意味着海岸 成了美国海军控制全球 经济的一个发动机 实际上 滨海战斗舰之所以 驻访新加坡 美国看中的是两个地方 第一个看中这个地方的战场 第二个看中这个地方的市场 从战场的角度 我们去观察 因为这个地方 它来的很少 而且这个地方 和滨海战斗舰之前 所设想的一些 作战环境高度相似 水很浅 岛很多 地形环境非常复杂 就是他们预想的滨海战斗舰 可能会发挥作用的海域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成为 滨海战斗舰 战斗力生成的一个温室 你通过在这个地方 适应环境 然后逐渐地对环境 有一种驾驭能力 然后在类似的环境中 作战能力 有可能会大幅度提高 另外 滨海战斗舰 在整个的研制过程中 多项测试 它得了很多红黄牌 你比如说十几条船 只有两条船 得了满分 或者得到了良好水平以上 其他都不行 有20%是不合格的 那它出问题的是哪些环节呢 一个是材料 另外就是总体的 这种武器的集成 动力的集成 在它拍的片子上 很多的设想 对海岸目标进行攻击 结果炮楼打不响 打出一发弹之后 全部故障 那这还怎么用啊 这战斗舰 所以它现在 必须在这个地方 学会战斗 然后再进行战斗 所以从战斗的角度来看 那指的是这一点 第二个是看中它的市场 因为这个地区 普遍的是国小 水浅 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 美国人可以把自己的船 都给卖给他们 像这些有采购异象的国家 完全可以把美国的海军的 滨海战斗舰 当成自己今后 采购武器装备的时候 一个首选 所以它选择在这样的水域来助手 其实一方面是它的演练场 还有一方面是它的演示场 我展示给你看 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对 但是也还要考虑到 就是美军本身战略的转型 因为在奥巴马时期 它有所谓重返亚太 还亚太再平衡 那么要把这个军事战略的重心 转到亚太地区来 可是同时又受到财政 和外交条件的限制 很多大舰 不可能在这随便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小型的多功能 又可以显示 最先进战斗力的装备 往这一摆 来显示美军重返亚太 包括重返南海这个说法 不是说是玩的 是真的 从对中国的作用来看 实际上在南海方向 是美国所谓第一岛链 对中国围堵过程 最薄弱的一个点 你克拉克和苏比克撤了之后 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空白 如果在这个地区 没有一个很强力的平台 来连接所谓第一岛链 那么这个地方有可能是 封锁中国这个过程中 他最不想看到的一种情况 就这个地方 中国有可能突破 我的力量最薄弱 如果让滨海战斗舰 能够进入到这个地区 之后如果在一防 菲律宾就标志在第一岛链 缺口最大这个位置上 他又加了一道绳索 但我们也注意到 他这次在新加坡 这个军港就待八个月 所以会不会八个月之后 他提出我还在续防 就为了把这个时间给拉长 这有可能吗 其实用不着 因为他根据这个协议 他这八到十个月 是他轮住期间 就我这条船 这是轮住的一个期间 那换句话说 八个月过了 我第二条 我可能再派一条来轮住 但是您刚才也说了 他这儿掉链子 那掉链子 那滨海战斗舰 会不会最后的实际效果 远远没有大家原来 就像我们在之前的 几个环节分析的 它有那么好 滨海战斗舰 作为一个新的舰种 形成战斗能力 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你不能指望 它部署了新加坡之后 就能够承担 在这个地区 作战任务的 这么一个基本的功能 现在还需要时间 您触摸着 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 从现在看 我们判断 从技术路线去分析 三到五年 有可能把自己身上 这些毛病全部克服 基本上能够适应 在这个地区 进行作战的一个需要 从现在看 暴露的问题也不少 比如说你有 对陆攻击能力 有对岸攻击能力 甚至还有 对所谓的反舰能力 但是就是你 一架直升机 再加上无人机 能不能够把这件事 很圆满地干成 会不会在对方的攻击之下 首先自己就完了 我在想 对方如果攻击一下 直升机和无人战斗机 应该不 那个无人侦察机 应该不是很难的事吧 按照一般国家 这种近海的 或者是海岸地的防空能力 打掉这两个航空器 应该难度不大 对 如果这种滨海战斗舰 不配备超视距的攻击武器 不配备密集的这种攻击武器 我想在近海地区 它的生存系数不会太高 所以现在看 它网火系统迟迟没有上舰 很多人对它的这种火力 都表示出了怀疑 在演练过程中 它的武器炮 也试图对这些 模拟的海盗目标 机械射击 但是中间的故障太多 而且由于只有一门炮 所以在整个的射击过程中 火力不连续 结果扮演海盗的船 已经跑累了 那个弹还没有打完 所以从美国海军来看 现在要让这条船 形成能力还需要时间 有观点说 在这个地方恐怕 不防一手都不够 也许将来会不会有 更多的冰海战斗舰来到这 会形成一个战斗群 只有一条肯定是不行 因为现在没有规模 就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就没有效益 从这点上来看 今后在这个地区 可能要部署多艘 你比如说 从现在这个新加坡 和菲律宾的位置来看 如果在两个不同的位置 或者南海 南部的东西两侧 一边有那么三五条 这样才能够形成能力 但是整个适应过程 和整个滨海战斗舰 自己一些问题的克服 还需要周期 因为新加坡的环境 菲律宾的环境 都不一样 美国海军的扫雷舰 在新加坡航行的过程中 什么都不听 就会想撞到胶盘上 自己连这么大的胶盘 都看不清楚 那么在这个地区的 航行自由怎么保障 想航行 但是有胶盘不同意 所以在这种条件下 适应环境 另外多艘的轮流进驻 和逐步适应 应该是一个重要选择 那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如果真的南海区域 发生冲突的话 咱们有什么办法 能够跟它进行抗衡 从边海战斗舰的能力来看 它是有海向路 所以这个方向是对着陆地来的 056是我们家近岸防御 或近海防御的一种急需的装备 这是我军的装备 我军的装备 它的能力是由陆向海 就向外 把这些入侵目标驱逐掉 那不是正好就杠上了吗 所以如果从方向上看 正好在一定的海域 就会有一些接触 从现在我们军056这个舰艇配备来看 我的感觉 056它的反舰能力比较强 而且正好这种滨海战斗舰的反舰能力 虽然有 但是比较弱 如果双方在海上发生对抗 如果战术得大 056获胜的概率恐怕会更高 那可不可以这样说 咱们有056在手 这滨海战斗舰对我们就够不成威胁 那么即使南海未来有冲突 而且我们假设是中美之间冲突 也很少会出现这种几率 就是刚好是056 跟滨海战斗舰来冲突 所以杜老师这个比较 只是就战术技术性能本身的比较 我不知道杜主任 刚才老赵的这番阐述你同意吗 因为严格的说 这两型舰艇的对比性并不大 无论是对陆攻击 还是进行海岸防御 都是一个联合作战 不可能脱离岸上的支援 脱离空中的支援独立作战 如果一定要把两条船 进行关攻战琴琼式的这种对抗 我感觉可能会更有优势 因为056它能力比较全面 相对均衡 滨海战斗舰从现在看什么都行 但是属于什么都做不好的 这种万金油行的这么一种装备 今后在试验过程中 它某些性能 某些指标还会强化 我从现在看 还不能用现在的状态进行对比 056毕竟它也是刚刚服役 今后还要进行调整 还要进行升级 升级到最后的状态 我们感觉到那会儿再去比较 也不迟 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 滨海战斗舰咱是不怕的 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主权 对中国海岸的入侵 我们都不怕 无论是滨海战斗舰还是不滨海战斗舰 好 两位置地有声的回答 其实两位嘉宾刚才对滨海战斗舰 是进行了非常充分的解读 我们不管是军迷的朋友 还是不军迷的观众朋友 可能都已经有所了解了 那么其实网友对于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 也是非常的热烈的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 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看法